塞翁施马 古代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 一天他家的马无缘无故地逃跑了 邻居们都来安慰他 老人却面带微笑地说 这也许是一件好事 过了几个月 他家的马竟然带了一匹骏马回来了 邻居们都来祝贺他 老人皱着没用说 这也许是一件坏事 有一天老人的儿子从马上摔下来 摔断了大腿 人们都来安慰他 老人抚须常叹道 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过了一年 敌人攻打过来了 壮年男子都拿起弓箭去打仗 绝大多数都死了 唯独老人的儿子因为腿瘸的缘故 没有被争取打仗 所以我们后来常常用赛翁师马来形容 现在虽然受到损失 但是也许能够因此得到好处 别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